Hello 大家好 我是Eva 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是 车祸发生时该怎么办 我们一般人呢 在发生车祸的时候呢 都非常的紧张 然后不知所措 然后有的时候会乱打电话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车祸发生时该如何处理 那如果我们是在 有两种 如果我们是在一般的在Local上面 发生车祸的时候呢 我们要行驶 就是慢慢的行驶到右边 靠路边 然后接着呢 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下车来做这个照相 然后并且跟对方的这个 有碰撞的这个车主呢 跟他交换资料 你需要照相照他的保险 还有registration 还有包括他的这个driver's license 那当你有这几样东西的话呢 然后之后你再去联络你自己的保险公司 跟对方的保险公司来做这个联络 并且拿到Claim Number 然后来要求理赔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 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面 在Freeway上面如果发生车祸时 我们该怎么办 那如果你是在Freeway上面发生车祸时呢 我们必须一定要一定要马上移开那个 移开那个跑道 然后移到安全的地方下 到右边最右边的地方 可是如果有很多时候呢 Freeway上面它其实右边是没有这个安全的地方的 因为还是那个道路是非常的狭窄 那你就必须要离开这个Freeway Take Exit 然后出来之后呢 在这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 然后并且跟对方就是交换资料 可是有时候如果我们在一些很Chicy的情况之下 发生了这个车祸 那可能责任说不清楚到底是谁的对错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才需要报警 因为如果我们 不管是大车祸小车祸都报警的话 那警察有的时候会很久 他们会很久的时间才过来 那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除非是在责任礼不清的情况之下 我们需要警察过来做一个这个笔录 那当然如果有人伤亡的话呢 你马上你要先确认有没有人受伤 如果有人受伤的话呢 你必须要打这个911 然后请这个救护车过来呢 先把受伤的人带走 那接下来呢才是就是处理这个车祸的 这个不管是照相也好 或者是说跟对方要求这个资料 然后在做这个理赔的这个过程当中 跟保险公司联络 那这个就是之后 之后的是你必须要做的 然后再来呢就是趁车子的受损的程度 你必须要找一家信赖可靠的汽车板金公司 诚信可靠的来维修你的爱车 那这个就是今天跟你分享的 就是说在车祸发生时 我们应该要做怎样的一个处理 那这两种呢是一般大家比较常见的这个车祸发生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你在发生车祸的时候 是其实是没有second party的 是打个比方 比如说你在高速上面行驶 那你在这个行驶的高速上面呢 突然在路中间有一个障碍物 或者是前方的车子呢 掉下了一些东西砸到你的车子损坏 在你行驶的过程当中 甚至你是从在你行驶当中 你也不知道是哪里飞来的东西砸中你的车子 那这样子的这个车祸呢 它也算是车祸的一种 但是呢我们就不走collision的这个理赔 那你要看你的保险 有没有一个coverage叫做comprehensive 因为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发生了车祸 你可以走comprehensive 那你要看一下你有没有保这一样 那你的自付额deductible呢是多少钱 如果你的deductible有可能是一百两百五百一千 那如果你是报comprehensive 这个呢并不会goes to你的accident record 因为这个是你完全是无预警 而且是不在你的掌控之内所发生的车祸 那当你去报保险 报这样子的comprehensive之后呢 保险公司会替你做好 替你来做好这个理赔 那并且呢你不会有任何的这个记录 那很多很多我知道我有很多的这个朋友 或我身边认识的人 他们都不知道说原来保险里面有一个comprehensive 因为comprehensive呢通常大家都不会注意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理赔 那如果你看一下你的这个coverage 通常一百块的自付额跟五百块 还有一千块其实你一年的保险费 差不了几十块钱 所以我建议大家在这个上面 comprehensive上面可以多注意一下 因为可以帮助你非常的大 因为我很多的朋友呢都曾经报过comprehensive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